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说一部定级女杀手忠心耿耿却惨遭组织背叛 一怒之下血洗整个杀手组织的超然动作电影《爱娃》 故事一开始,一个美艳女人正在车内补妆 她将车停到机场,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迎上了车 西装男是国际基金的高级顾问 她大概以为这个金发美女是组织派给她的新秘书 西装男对她很感兴趣,不停地搭话 随后,更是邀请她去后座一起喝一杯 女人将车停到了路边,就去了后座 西装男高兴极了,笑眯眯地凑过去 西装男一踢头,女人手中赫然一把枪 西装男一边尬笑一边强装镇定 啊,这是谁的恶作剧 女人面不改色,还是继续抛根问底 为什么有人不想你活着 女人手枪一抬,男人慌了,赶紧大喊 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不,你不知道 女人将头转到窗边,见女人分神 富于顽抗 不远处,一个摩托车女孩放下了手中的窃盯器 骑上摩托,扬长而去 金发女人,名叫图妞妞,是最顶流的杀手 死在她手中的目标,已有41人 每次杀人前,她都会耐心询问对方 是否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宣判死刑 但是恶人,从不觉得自己作恶 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杀人的滋味并不好受 图妞妞卸下大浓妆,卸下假发,满脸疲惫 她向上司监恩师,杜克告假 要回老家处理一些私事 陈锋多年的记忆一幕幕浮现 少年时期的图妞妞乐观向上 击剑、射箭、攀岩等各项体育成绩都极为优异 各科全A平级 但后来她酗酒成性 酒驾导致两人无辜丧命 让图妞妞选择离一家参军 她历经最严苛、最残酷的训练后 成为一代传奇特种兵 出国的高危任务数不胜数 之后,她被上司杜克挖掘 化身顶流杀手,为国家效命 游走在世界各地 手握屠刀,脚下尸骨成衫 图妞妞回到家乡,在酒店住下 看到冰箱里的酒犹豫了一瞬 最后拿了瓶矿泉水出来 这时,酒店服务生送来一个礼盒 图妞妞毫不诧异打开礼盒 里面放着几堂钱和一把枪 图妞妞知道自己又有新任务了 但这儿不着急 她静止去了妹妹住畅的酒吧 等妹妹下班后提出要送她回家 妹妹告诉她,父亲早已去世 而母亲签不久也重病住院 而她八年前的前男友迈克 探望母亲对于图妞妞这八年来的杳无音讯 母亲并无苛责 但也没有酒杯重逢后的相拥而戏 一家子的相处平淡而融洽 好像图妞妞不曾学习过这八年 图妞妞这次的任务目标是一个将军 任务要求是让将军看起来像自然死亡 组织还给了图妞妞一个新身份 使将军的好友拉里沙利文的女儿 有了这种身份 图妞妞凭借出色的外表和不俗的谈吐 很快跟将军聊得火热 将军当即约他去楼上突厨 房间内将军一脸享受 突然脚上传来刺痛 将军瞬间丧失了行动能力 图妞妞不起不慢收起手上的针管 接下来将军会在15分钟内死亡 死因会被确诊为心脏病 图妞妞俯身问他 你做了坏事对吗 屋外传来动静 图妞妞瞬间反应 将将军一把割喉 图妞妞一起飞刀 随后凌空一跃直接清场 下一步增援很快赶到 图妞妞雷霆出击 一身血色长裙丝毫不减 其身手凌理 区区几个杂役兵能耐他何 结局掉威胁 图妞妞摸了两把鞋 摸在额头上 仰装受到惊吓的弱女子 大呼救命 滴滴撞撞撞跑了出去 脸乡细域的新兵弹子 将图妞妞一楼护送下楼 图妞妞顺手摸下了 他身上的烟雾弹 等着倒霉弹离开 图妞妞烟雾弹一撇 图妞妞出现时 可是赤手空拳 图妞妞借力打力 佛党杀佛 身党杀神 将整个巡逻队伍 直接清洗 隔天图妞妞找到恩师杜克 杜克告诉图妞妞 情报有物 将军的好友叫拉里奥里文 而不是拉里杀利文 真的是情报有物吗 图妞妞不仅怀疑 是情报有物 还是组织想除掉自己 图妞妞这样想 但也没有再让杜克为难 图妞妞来到医院探望母亲 正与前男友买个碰上 妹妹出来看见 男女心里有疙瘩 走拐她 不打电话突然出现 来探望母亲 是突然出现 偏偏母亲看不出来 三个人之间的矛盾 还怂恿三个人一起 出去吃顿饭 联络感情 另一边 杜克去见了组织首领卡当夫 站卡当夫身边的是他女儿 也正是电影开头 出现的魔兔村女孩 也正是她 让卡当夫知道了 图妞妞杀人前 先问罪的习惯 卡当夫认为 图妞妞是个隐患 终有一天会将组织反噬 但杜克向他保证 图妞妞绝不会再犯 毕竟图妞妞是他一手发掘培养 是整个组织最顶尖的杀手 卡当夫给了杜克一个面子 同意赞解留下图妞妞 因为杜克对他也有治愈之恩 且曾遭受 整整五天惨绝人寰的折磨 都没有将他供出 但他也只是表面给杜克 留了面子而已 一转身 他就向图妞妞下了笔杀令 卡当夫显然没把杜克的话听懂 他说图妞妞是整个组织 最顶尖的杀手 你派个喽啰过去 这个意思看不起谁 显然这杀手虽然也有两把刷子 但想杀了图妞妞还是不够格 让图妞妞顺利逃出视野范围 杀手以为任务失败 一边走一边怀疑人生 下一秒至水里窜出 将其一击毙命 隔天图妞妞又找到杜克 他觉得就是杜克联合组织 要除掉自己 但杜克极力担保 绝不是组织出手 因为他教卡当夫谈过 卡当夫答应过他 不会对图妞妞下手 图妞妞看着杜克的眼睛 眼中含泪 他说我不相信 杜克说 组织上除掉你 就要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图妞妞没再说话 默默抹掉眼泪离开 夜里图妞妞和妹妹 还有麦克一起吃饭 麦克和图妞妞也八年未见 就续起就来 妹妹吃足离开 而麦克却无懂于衷 但凌晨时 妹妹找到图妞妞 说麦克一夜未归 他怀疑麦克又出去赌了 于是图妞妞直接来到赌场替款 女老板还记得图妞妞 曾经呼呼噩噩噩的女酒鬼 当下就出言嘲讽 但图妞妞并不想搭理 只想带麦克走 女老板拦在图妞妞跟前 说道 别考验我的耐心 说吧转身 两个打手直接包围过来 逼她出手 好 成全你 一个女人能凶悍到什么地步 现在就能见识到了 这个飙飞体壮的大汉 在图妞妞手下过不了三招 毕竟不是只有女老板 一个人耐心有限 刀横在女老板脖子上 她才知道怕了 图妞妞问女老板 麦克欠了图场多少钱 七万五 给我三十六个小时 严霸潇洒离去 回去的路上 麦克对图妞妞的身手感到好奇 问他这些年到底有些什么奇遇 图妞妞随口搪塞 麦克却很生气 要么告诉我真相 要么滚 于是图妞妞转身就走 但又被麦克拦住 他称呼图妞妞为甜心 已如八年前 图妞妞表示 别这么叫我 我不是你的甜心了 麦克却说 你永远是我的甜心 八年前我向你求婚 你答应了 一转身 你却消失八年 图妞妞动容 想摸一下她的头 表示安慰 又被她直接躲开 你干什么 我现在不是你的了 双标现场 另一边 杜克又找到卡当夫 斥责她的言而无信 但卡当夫毫无悔改之意 沟通无果 杜克掏出了枪 下一秒就被卡当夫的女儿 卷发妹反制缴械 这时 卡当夫的小女儿 看见杜克兴奋的骁跑过来 卷发妹匆忙收拾 小家伙一头扑进杜克怀里 卡当夫赶紧把女儿抱过来 让下属带走 小姑娘离开的身影背后 战斗一触即发 杜克确实老了 身手也不如从前了 毕竟曾经没有任何人 敢在她杜克面前掏枪 尽管如此 卡当夫依旧不是杜克对手 被赶来支援的杀手 也被杜克击毙 卷发妹刺激偷袭 重创新脑后 但卡当夫不向女儿手染鲜血 将其撵走 一转身又跟杜克缠斗在一起 杜克明显伸手迟钝起来 卡当夫又亮出刀刃 这个曾经盛名一时的老人 终于倒下 卡当夫将杜克用锁链团团捆住 绑上杠铃踢下了水中 与此同时 兔妞妞在家 跟刚出院的母亲斗地主 他告诉母亲 八年前他离开的真相 母亲却说 他其实都知道 但他当时离不开那个男人 所以他选择了 舍弃图妞妞 夜里 图妞妞收到了 杜克惨死的录像 卡当夫告诉图妞妞 下一个死的 就是他 图妞妞冷静了许久 他找到迈克 想抛开一切 让迈克跟他私奔 但迈克却说 妹妹怀孕了 图妞妞如遭雷击 事故落魄地离开 他又来到图场 这次他可就没那么有礼貌了 走过之处 横尸遍地 夜里的渡场热闹非凡 但这并不影响 图妞妞杀人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一时间 整个渡场兵光马乱 女老板听到外面的骚乱 走出来查看 图妞妞将钱袋丢在地上 女老板恼怒地扑过去 将其一把推倒 图妞妞并不反抗 声声揭下他几拳 紧接着 图妞妞有说自己是个杀手 杀了41个人 女老板蒙了 面露惊恐 图妞妞突然抱起 恨恨扼住女老板的脖子 你会替我保密的吧 就在女老板即将止息的边缘 图妞妞还是松开了手 这是八万 现在我们两清了 图妞妞回到酒店 破解给自己 灌了一瓶又一瓶酒 组织背叛 恩师惨死 至亲舍弃 爱人不爱 图妞妞笑着笑着就哭了 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自我了结 突然门开了 图妞妞知道 是卡当夫来了 卡当夫指着枪步步逼近 而床边已经没了 图妞妞的身影 可能图妞妞实在喝得太多 两人见面伤到对方分毫 但卡当夫作死的 又提起杜克 这下图妞妞沉下脸来 他连枪都不卸去用 上去就跟卡当夫肉搏 一心泄愤 卡当夫连枪都开不出来 硬生生吃了不少圈脚 图妞妞好像根本感觉不到痛一般 也许 他连死都不怕 怕什么痛 两个人都精疲力竭的倒在地上 这时窗外警惕声响起 他仿佛放言 如果我下次看到你 会杀了你 严把一瘸一拐离开 哦 下一次 图妞妞翻出枪 跟了上去 卡能夫发现图妞妞跟来 慌忙逃算 他知道自己凶多鸡勺 匆忙打电话派人给他家中 加派守卫 图妞妞直接开枪 卡当夫应声倒地 他要求图妞妞别伤害他的家人 图妞妞妞表示 对他的家人毫无兴趣 严把一枪将其结果 大仇以报 满身时差的图妞妞 来到妹妹家 要求妹妹带母亲 以及麦克 立刻启程出国 并将自己名下的50万账户 交给了妹妹 并给了2万现金 充当路费 妹妹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答应下来 图妞妞告别妹妹 独自离开 身后 卡当夫的女儿卷发妹 紧跟不舍 图妞妞接下来的命运 会是什么呢 故事结束 这就是电影爱娃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观看更多经典电影